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露体 我变长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 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 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啊? 女人说 那时候引诱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上帝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生素 野兽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 我又要叫你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持你 怀胎的苦处 你生产儿女 必多多受苦处 你必怜目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大约 没喝大部分 我现在的眼神 我就在家装上的认识 我说你怎么在家装上的那种 也有不是 你好した 我为了你担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同时我们的神也是慈爱的神 对于犯罪或犯错的人 他不会一味的就消灭他们 他会想办法如何挽救他们 如何修复他们 如何救赎他们 这是我们圣经 所让我们认识的这位真神上帝 他是公义的上帝 他也是慈爱的上帝 如果我们只说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 那我们的生活就会为所欲为 如果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上帝只是公义的 我们的生活就活在律法主义当中 因此我们今天的信息 神是公义与慈爱的 这一段经文是人类历史当中 第一次人类面对神的公义 第一次人类面对公义的神 同时公义过后 神用他的慈爱来弥补人生命的破口 圣经说亚当夏娃被试探诱惑 听了蛇撒旦的声音以后 上帝说不可吃这分别上恶果树上的果子 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结果试探诱惑人的沙旦 透过蛇对女人说 上帝真的这么说吗 真的吃了会死吗 你吃了以后你眼睛会明亮 会分别上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果树是可喜爱的 于是就拿来吃了 并且分给她的丈夫吃 吃了以后呢 他们果然发现自己害羞 自己刺身露体 于是用树叶遮羞 人开始发现 人开始要保护自己 于是第八节 天起了凉风 上帝就来到园当中 开始寻找这一对一男一女 亚当笑娃 原本亚当笑娃在园中 随时跟上帝面对面 但是这一天 他们吃了分别上恶果树的果子 违背了上帝的指令 上帝的命令之后 他们听见上帝声音要来 他们就躲藏起来 当他们躲起来的时候 上帝就呼唤那个人 说你在哪里啊 那个人回答说 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 因为我自身露体 我再也不敢见你 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自身露体呢 也就是说 原本人是坦然无惧的 人是不需要自我保护的 可是自从违背了上帝的真理 指令命令之后 人发现人开始变得自我保护了 莫非你吃了我园中 那个分别上恶果树上的果子吗 莫非你违背了我的命令吗 那个亚当对上帝说 上帝啊 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 是那个女人 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 上帝转向那个女人 说女人 你做了什么事呢 那女人说 是你赵的蛇 引诱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上帝转向蛇 对蛇说 他没有对蛇说 你做了什么 他直接对蛇 做了一个审判 你既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 一生比其他的牲畜 更加艰难 你要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土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一句十五节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 就是女人的那一个后裔 要伤你的头 这里所说的是 蛇背后撒旦魔鬼 有一天要被那女人的后裔 全世界人类历史当中 只有亚当是神的后裔 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 其他所有的人 都是男人女人的后裔 那一个女人的后裔 耶稣基督 要胜过你 要伤你的头 意思是战胜撒旦魔鬼的权势 而女子紧紧伤到她的脚跟 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于是上帝公义的判断 就临到亚当跟夏娃 你既做了这事 你怀胎的苦楚 生育的苦楚 要在你的身上 并且呢 女人要被男人丈夫所管辖 又对亚当说了什么呢 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 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第一就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开始有荆棘基梨 全部长起来了 蔬果就被荆棘基梨野草所包围 于是你没有像伊甸园那么舒服了 你必须劳苦耗 才有的吃 这个是你所面对 违背上帝命令之后 所要面对的判决 直到你归了土 第一次是一生劳苦 亚当 夏娃上帝做了公义的判决之后 上帝容许亚当继续执行 人应该执行的责任 他没有把人该有的责任拿走 记得上帝叫亚当 为所有的动物取名吗 当上帝判决了之后 恢复亚当夏娃的身份 夏娃还没取名啊 只是女人呢 于是上帝让亚当给妻子取名叫夏娃 意思是人恢复了管理的这个职责 然后又恢复了夏娃的这个身份的职责 因为当他们还没有违背神的时候 神造男造女 然后叫他们要生养众多 所以亚当夏娃生养众多的责任 又恢复到他们的身上 他们又回到神原本创造的生活当中 耶和华为亚当和他妻子做皮子 用皮做了衣服给他们穿 也就是说上帝要处理人 罪恢恢复感 所带来的生活的不方便 上帝牺牲了一只动物 流了血 然后为他们做了衣服 为他们遮罪 为他们遮羞 这是上帝的话 这是第一次 整段经文里面有神的公义 整段经文里面有神的慈爱 在继续今天这一段信息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回到 先回答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 其中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是什么呢 有时候有人会问 为什么上帝要造一棵分别善恶的果树 在原子当中啊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这个分别善恶果树 亚当和夏娃就不会犯罪了嘛 不是吗 为什么上帝要造一棵果树在那里 为什么上帝要挖一个陷阱 挖一个坑 让他们跳进去呢 如果没有那个坑 如果没有那个陷阱 亚当夏娃就不会掉进去啊 对不对 那这下面这一句话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必须明白 分别善恶的果树不是一个陷阱 而是生命对神中心的一个考验 谢谢 谢谢 虽然是我自己泡了带来的 但是有人服务也是很喜乐的 这是我的老二 国恩 顺便介绍 今天带敬拜的是老大 国宣 好的 我们要明白一下 分别善恶果树 不是上帝挖了一个陷阱 要让亚当夏娃掉进去 或者一去不能够附身 分别善恶果树 是一种生命的考验 考验它是不是忠于老师 是不是忠于上帝 是不是忠心选择正确的 因为人被造的时候 是有选择权的 因为人被造的时候 是有上帝形象样式的 因此人会做选择 人有这种自由的意志 那既然是考验 就会有可能成功 也有可能失败 因为那是一个考验 但是不会因此 而就不让他接受这种考验 好 请问在座的父母们 当你把孩子受去学校 受教育的时候 你是希望考试的时候 答对还是答错 你是希望学生考试的时候 答对还是答错 希望他答对对不对 可是偏偏他会答错 那你就对学校说 请你取下所有的考试 这样我孩子就不会答错了 这样的父母合理吗 上帝给我们的考验 是什么样的考验呢 上帝给我们的考验是 上帝说 这些全部都是对的答案 你通通可以吃 上帝还说 这颗是错的答案 你不要勾这个 所以考试的时候 请你找出所有对的答案 你所有对的都勾 这个是错的 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这颗是错的 你不要勾 你勾的话你就死了 就不及格了 你知道什么叫做罪吗 罪翻译到原文 就是不及格 原意就是 应该达到这个标准 结果你没有达到 你活在很低的标准中 那个叫做不及格 上帝 有很多人说 上帝怎么可以 造一个树放在那里 其实上帝把所有对的答案 通通给了他 然后还告诉他说 这是错的答案 你千万千万不可以选这个 所以考试来的时候 亚当孝娃有没有说 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 只有这一颗不可以吃 请问他们知道不知道 什么是对的 跟什么是错的答案 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 也是慈爱的老师 当他训练这两个学生的时候 把错的答案 不可以勾选的答案 都告诉他们了 这个就是上帝考验人 是否忠于对的答案 拒绝错的答案 因为人应该要经历 这样的一个选择过程 这个人才会成长 这个人才会成熟 为什么送他去学校 既然知道他有可能会不及格 既然知道他可能会选错答案 为什么还送他去 不用送他去就好了吗 就不用不及格吗 不用送他去就好了吗 他就没有机会选错的答案吗 那为什么送他去 因为透过选 有时候不清楚或选错答案的时候 那么他生命有学习 所以呢 如果在考验中有所失败 不代表这个老师失败 如果人的生命在经历选择过程中选错了 不代表这位上帝失败了 因为连人失败之后 只要有一个解决失败的方法 这个生命就会继续往后的过程 会更成长 他就会继续的针对正确的生活 正确的答案来生活下去 所以上帝没有挖一个坑 然后让亚当夏娃掉进去以后 就把土给填起来 上帝是考验亚当夏娃之后 上帝看见他们失败 于是上帝设法把他们挽回 医治修补 然后让他们继续执行 人该应该执行的生命生活 所以当人违背神的生活指令之后 活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呢 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 当人接受考验之后 人勾选了不该勾选的答案 违背了那真理的答案 于是人活在什么光景中呢 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第一个死就是人灵性 跟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人的灵性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一些的裂痕 人开始害怕以及躲避神 人无法坦然的坦诚的与神相见 所以当一个人身上有沾染不干净的时候 会做什么啊 有味道的时候 会做什么啊 有味道的时候 就借助外面的香水 觉得不够漂亮的时候 就会借助外面来打包 来包装自己 前一阵子看了一个报道 也不算是报道了 就是一段的剧情 就是说今天这个整容医生 医治了人的心灵 为什么呢 他这里一个烧伤的疤痕 从来不敢露出来 所以走在人前都遮遮掩掩 因为他这里有一颗痴很难看 所以从来都遮遮掩掩 甚至尽所能的不出门 躲藏起来 所以整颗整容医生是他们的救主 帮他们整容以后重见光日 不需要躲躲藏藏 从此以后他可以像别人一样 穿着非常性感的衣服 把他美丽的双臂给露出来 从此以后他可以得以安守 见人 当人灵性出了问题以后 人惧怕上帝 人逃避上帝 人不敢坦然见上帝 什么时候一个人变得更漂亮呢 当灯光没有那么亮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人看起来不错 因为脸上的一点点皱纹 看不清楚 脸上的一两颗小小的痣 看不清楚 只要灯光不要太明亮 这个就是人的生命 我不要这么亮的上帝 我不要这么强烈真理灯光的上帝 因为我一到他那里 我就被造得清清楚楚的 我这个疤痕跑出来 我这个字跑出来 我这个丑袭全都跑出来了 我不要上帝了 当人违背上帝的真理指令以后 人开始躲避上帝 害怕上帝 因为一见到上帝 自我就赤裸裸 就算用树叶遮羞 还是赤裸裸 因为上帝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最好不要有上帝 躲起来就算了 这是灵性裂痕出现 第二 当人违背上帝生活指令以后 第二个光景就是 人与人出现了疏离 人与人之间开始有距离 连最亲密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也开始产生了疏离跟破裂的这种关系 上帝问亚当 亚当 莫非你吃了我不准你吃的果子 亚当怎么说 亚当开始为自己制造借口 上帝啊 是你哦 是你造的女人哦 是那个女人哦 叫我吃的 当然有了这个违背 失去了神的真理以后 失去了遵从神的真理以后 人开始有很多的借口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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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回到 健康修复的关系 人应该 亚当应该怎么回答神 应该回答说 神啊 是我不够警醒 神啊 对不起 你吩咐我的话 我没有一再叮咛下挖 以致他受到了试探 他软弱了 是我不对 神啊 你托付我的职责 我没有做好 神啊 你饶恕我 这样的说话 这个时代谁会讲啊 有多少人会讲啊 每一次被人家抓到把柄的时候 有污点的时候 人开始找借口 是我爸不好 他跟妈生了我 没把我教好 是社会不好 还有是老师不好 我考试不及格 因为那个老师不会教 因为那个老师很懒惰 没把课本教好 简单就说 老师没把答案告诉我 人开始找很多的借口 是社会的问题 是父母的问题 是学校的问题 是老师的问题 最后是上帝的问题 上帝你为什么要造人 你开车不好好开 东撞一下 西撞一下 南翻一下 北又出车祸 全车这里敲那里敲 然后就去骂 其有子里 谁发明车的 该死 早不发明车 我就不会东撞西撞 就不会送命啊 都是发明车的人 错 这个就是今天的人 所有都怪别人 没有看到自己说 是这么宝贵的车 我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是我不对 是因为我超速 是因为不该右转的时候 我右转 是因为不该进去的巷子 我进去了 因为是逆向行驶 人不去找自己 不承认自己的错 找了很多的借口 自我保护 上帝是你的问题 你如果没有造那个女人给我 我怎么会吃那个果子呢 是那个女人的问题 因为她站不住脚 所以她被诱惑了 她给我吃 所以是上帝的问题 是女人的问题 今天人类都在说 世界这么乱 是上帝的问题 却不看见 人活在罪里 所以人 世界才这么乱 没有承认人的问题 怪上帝 没有承认自己开车的问题 怪发明车的那个人 你看人性 失去了真理的光 失去了跟神的关系以后 跟社会的关系 跟人的关系 开始越来越疏离 越来越自我保护 却掩盖了自己 应该负的责任 没负的责任 自己失责 就用这些借口 来掩盖过去 爸 你是一个失败的爸 有吗 我哪里有失败 我已经21岁了 我记得你陪我的时间 只有半次 因为那一次旅行到一半 你先走了 大叔 我很爱你 我这么努力工作 你知道吗 社会很现实 要住好的房子 要穿好的 要好的教育 我就需要努力 我努力的时候 我就没有时间了 不是我的问题 是社会的问题 失去 没有做好父亲的责任 没有做好经理的责任 没有做好员工的责任 我们会找很多的借口 掩盖了我们失责 这个就是违背上帝真理 没有上帝真理 与人关系 与神的关系破裂的生命 会有的这种光景 怎么办 今晚让我们看见 使我联想到一个例子 一个违背老师指令的学生 老师说 你回家 你必须把这五个字 每一个字写十遍 这是老师的指令 对不对 好 那么老师指令 学生回去 懒惰 调皮 然后到处跑 跑的时候受伤 老师说 你回家 要安安静静 先把这十五个字写好 这样你以后就会把握好 什么是对的字 什么是不正确的字 错别字就不会写出来了 这个孩子回去 东奔西跑 没有听老师的指令 结果一跌 受伤 脚扭到了 第二天 来到学校 脚一拐一拐的 而且比平时不用那么拐 他拐得更厉害 要让老师看到 因为他没有写那十五个字 然后老师说 有写的 站起来 全部都站起来 坐下 刚刚那一个 没站起来 站起来 你为什么没有写 拐着一只脚 老师你没有看到我拐了吗 因为我受伤了 我很痛 所以我明明没时间写 找借口 违背 违背老师的指令 没做好的时候 怕老师 有时候学生 违背上帝的 老师的指令以后 第二天就装病 不敢见老师 妈妈叫 起床了 起床了 要上学了 他说 我不舒服 妈咪 你不舒服 逃避老师 或是就算去学校 也找借口 这就是学生 这个就是人性 违背了上帝以后 他没有跟老师说 老师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我错了 因为我昨天回去 没有照你的吩咐 赶快安安静静 把十五个字写完 我就保去完了 所以结果 我扭到我的脚后来 太痛了 去看医生 去包扎了以后 我就没能写了 老师对不起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孩子呢 为什么找借口呢 那个老师就从此 把他逐出师门 有吗 没有 老师还是说 既然这样 好 那你今天回去 原本一个字是写五次 现在回去 每一个字写十五次 三个字 写四十五个字 回来 老师不可以 不可以 老师说 你要继续学习 继续待在学校 你就写 这是我给你的指令 这是我给你的判决 学生乖乖回去写 写了以后拿上来 老师写完了 好 老师还是说 乖孩子 你做到了 要加油学习 这个就是公正 跟怜悯的老师 我们面对的上帝 也是这样 我们自己不承认自己的错 还怪上帝 这是罪性 犯罪以后 不听神的命令以后 人的光景 让我们都做好学生 好不好 跟旁边人说 做上帝的好学生 再说一次 错了也要回头 错了要认错 所以对于错误的人 或者是对于一个犯错的 或者是犯罪的犯错的学生 上帝必须要执行他公义的宣判 他必须要做一个公义的宣判 这句话说一下 来 错就是错 就算人为自己辩护 仍然需要接受神 绝对公正的判决 这个学生没血就是没血 你不能够因为讲了一些借口以后 就推卸血的责任 因为那是做学生应该的责任 人也是一样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应该守住正确生活的责任 结果守不住了 你就说上帝就要免了吧 以后从此就不用守那个正确的责任吗 不 正确的责任还是要守 但是不正确的时候 上帝要纠正 上帝要判决 这个就是上帝 因为他是公义的 他也是慈爱的 上帝判决谁呢 上帝判决对恶者撒旦的判决 判决什么 对蛇的宣判用肚子行走 我们永远都不明白 为什么动物里面蛇要用肚子行走 而有一些科学家发现原来蛇是有脚的 因为还有一些蛇的品种呢 他的肚子下皮里面翻开 里面是有脚 但是为什么要用脚行走 不明白 用肚子行走 不明白 为什么在这里有答案 因为这是上帝留给人的一个记号 被撒旦魔鬼利用的蛇 从此以后用肚子行走 住在地洞里 用终身吃土 那这个是创世纪说的 这是上帝对撒旦 被撒旦利用的蛇的一个判决 但是是不是判决了蛇就够了呢 我们怎么说这个蛇是被撒旦利用的 因为下一个判决就说明了 在蛇背后是撒旦 是魔鬼 那在这里我们也要回答一个问题了 那撒旦魔鬼从哪里来 为什么 如果没有撒旦魔鬼 他就不会来试有那棵树 可是上帝说不可以吃就不吃了 如果没有撒旦魔鬼 就不会来诱惑 笑啊 这个树很美啊 水果很甜啊 吃了会变聪明啊 还有吃了以后会变漂亮啊 如果没有撒旦魔鬼 就不会有这个试探诱惑了 一样 把责任推卸给上帝 上帝 你为什么招撒旦魔鬼 一样 推卸到另外一个责任 老师 你为什么要制造一个错的答案 你不知道那个错的答案 你就不会有错的答案了吗 对不对 你通通给我对的答案就好了吗 我们人一样 原来 撒旦的存在是在创世纪之前就存在 所以呢 圣经提供我们的答案 有 但是圣经的重点是记载 人类堕落之后 神如何挽回人类 但是呢 从这样的一个记载里面 我们也能够了解 原来在人类物质的存在之前 是有灵的存在的世界 这个灵的存在的是 因为上帝是个灵 所以在灵的存在的世界里面 三位一体的上帝 圣父圣子圣灵 当时就已经有众天使 这个是灵界的世界 而众天使中间呢 唯有一个违背上帝 就是非常非常 常常挑战上帝的作为 你这样做一定好吗 所以有一个哲学就说 有正必有反 正反和 和就会比正更好 就会比反更好 因为反呢 会带出正的更好 所以有一个哲学就 正反和 正反和 有圣经根据 为什么天使要起来 为什么上帝 天使会起来挑战上帝呢 为什么天使要堕落成为 敌对上帝的反对派呢 反派呢 为什么社会政治 有反对党呢 是厮杀吗 不 撒旦魔鬼的存在 挑战上帝 更把上帝的主权跟上帝全能 全然至高 的身份显明出来 就算你破坏了我亚当夏娃的生命 我还能够挽回过来 这就是全能的上帝 如果你破坏了我造的东西 我修不回来 我造了一个遗址 你把我破坏了以后 我再也修不回来 那我就不是全能的木匠 我造的宇宙 你想破坏 我造的亚当夏娃 有上帝形象样式 你要破坏 让罪他们进入他们心中 可是我是全能的上帝 我仍然可以修复 所以到了圣经记载的开始呢 被判上帝的灵 这个天使已经存在 因此当亚当夏娃 放在伊甸园生活的时候 这一个堕落的天使 成为撒旦 就存在着要搞乱 以及破坏上帝所创造的 而上帝所创造的里面 最崇高最美的 最神圣的就是人 所以撒旦找人下手 那上帝就失败了吗 没有 你看对撒旦魔鬼的判决 最后判决到什么呢 你想要从女人下手 对不对 你想要透过女人 把罪带到世界来 对不对 有一天 有一个后裔 是从女人出来的 她呢 要胜过你 你暂时 好像得势 可是有一天 你要完全崩溃 因为那一个女人的后裔 将要伤你的头 这个上帝 对这个撒旦魔鬼的判决 意思是说 从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从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 从死里复活之前 撒旦魔鬼的权势意志是大的 直到耶稣基督受死 埋葬 然后呢 复活 就宣告 胜过死亡的权势 胜过撒旦的权势 因为耶稣得胜 对撒旦的判决 那女人的后裔 耶稣基督要永远得胜 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必然得胜 信靠耶稣基督 是我们得胜恶势力 得胜恶者 得胜试探的必须 是最最终极的一个得胜的秘诀 上帝对恶者的宣判 那上帝也对男人女人有所宣判呢 上帝怎么宣判女人 上帝怎么宣判男人 因为他们违背了指令 上帝对女人的宣判 说你既做了这事 女人讲的借口 男人讲的借口 有没有成为 不需要宣判的理由啊 没有 仍然要宣判 那么上帝有没有把宣判的权利 给亚当 上帝有没有把宣判的权利 给杀到魔鬼 给女人 没有 因为真正终极的公正 只有上帝 所以不管我们多少的理由 上帝就是公正的 因此在世界上我们遇到不公不义的对待 或者是不公不义的生活 我们不能做最终的宣判 我们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都要面对 那一天主耶稣基督宣判的大宝座 当时人类第一次违背上帝命令的时候 就对女人做了一个宣判 你从此以后 怀孕要受苦楚 生育要受苦楚 没有听过这段经文的人永远不明白 为什么女人生孩子那么痛 人类不是科技很发达吗 那么为什么生育还痛呢 可以不可以整个怀孕的过程 不用痛的 或者不用苦楚的 然后生育不用苦楚 就算用动刀的 还是一样正痛会临到 为什么要痛 因为上帝对女人的宣判 成为了一个记号 蛇用肚子爬行 成为了一个记号 女人怀孕生育的苦楚 成为了一个记号 对女人还有一个宣判是什么呢 恋慕丈夫 被男人被丈夫所管辖 你知道我们知道历史的 女人什么时候抬过头 在众皇帝里面 有几个是女皇帝 在众领袖中间 有几个是女领袖 在历史政治 在社会生活当中 直到近代 二十世纪初 二十一世纪 这一百多年来 开始什么呢 女性主义抬头 开始为女人 坚持 争取女人的权利 要跟男人同等 其实女人跟男人 本来是同等的 为什么后来 整个社会人的历史当中 偏偏觉得女人是比较低 受男人的管制 受男人的权柄 所管制 因为这也是一个记号 这个是上帝当时对女人的一个宣判 但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以后 我们应该要恢复 男人女人 在上帝面前 同样尊贵 同样宝贝 如果没有福音 如果没有救恩 女人永远被人踩在脚下 所以很多职业研究出来的结果 很多职业到今天 女性还占不到10% 10% 十个里面那一方面的职业 我今天没有时间去找这个统计资料 世界好多好多非常重要的 掌握大权的那些权柄 还是男人操纵 女人还没有能够方怨男人 以整体的世界来看 但是感谢主 在基督的救恩里面 在基督信仰里面 神看重女人的抬头 女人的侍奉 就连教会 从初期教会一直下来 初期到今天还有一些教会 保守到女人不能上台 还有女人不能做牧师 还有这样的教会 但是很多教会已经改变了 因为知道 在基督的救恩里面 那个宣判不再是宣判 因为救恩已经临到了 那么对男人是怎么宣判的呢 对男人圣经说终生劳苦 所以你觉得你退休了以后就轻松了吗 我问退休的人 你退休了今天很轻松吗 我告诉你 今天退休的人比以前更劳苦 为什么呢 东奔西跑 因为老大在加拿大 老二在澳洲 老三在纽西兰 然后呢 偏偏他们很忙 然后呢 偏偏他们需要你去雇 雇你的孙 所以你很忙 很多退休生活是这样 一生不能安息 一生都是牢牢陆陆 辛辛苦苦 这个也是一个记号 你跟动物比较一下 我宁可做飞鸟 我宁可做猴子 如果是进化来 我就进退回去 做猴子多好啊 树上的果子一采就吃了 对不对 然后随便抓一个地方就七生了 过得多么无忧无虑 所以所罗门王才说 看啊野地的百合花 看啊野地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瘦 上帝尚且养活他 人 为什么上帝不养活我们 要我们人这么牢牢陆陆啊 本来就是上帝养活的 跟其他动物一样的 在伊甸园里面 什么时候需要劳苦过啊 什么时候长了野草啊 什么时候要举土啊 什么时候要耕种啊 从来都不需要的 永远就是享受上帝的一切预备 自从人离开上帝以后 人受到上帝的判决 就是一生牢牢陆陆 一直到入土 就是一直到进那棺木为止 你都要辛苦过日子 我们看见这一切 上帝很绝吗 上帝让我们活下来 但是呢 上帝让我们活下来的同时 一直被这一些记号提醒 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 不然我们永远没有平安 我们永远没有安息 所以上帝既然是公义的 既然也是慈爱的 上帝必须实行慈爱的救赎 我这样说 读一下 珍贵的东西坏了 就要给予修补 亚当夏娃人 是神所爱 所珍贵的 必然用慈爱的方法 来救赎 来修补 对不对啊 这样合逻辑吧 好 那么神怎么修补亚当夏娃 犯罪有了破口 重建关系 重建什么关系 神主动去寻找人 主动去寻找 躲避他的人 这个就是救赎历史 直到今天 什么时候 释迦牟尼的信徒去找人 什么时候 其他宗教去找人 最会找人的是什么 是上帝 因此信上帝的人 也在找人的行列里面 人啊 你在哪里 某某人 你在世界 你在哪里 你找到你的定位了吗 你的身份是谁 你在世界上做什么 我很忙 我有我的公司要预备 我有这个 我有那个 上帝说你在哪里 你找到人生的定位了吗 你找到人生的方向了吗 上帝要与人重建关系 所以上帝在寻找人 第二 上帝要修复关系 他预备救恩 他预备什么救恩 这一段圣经里面有救恩吗 上帝呼唤人 就是一个救恩 而啊 没关系 回来 爸爸在教你 是爸爸过去 告诉你的 你没有遵守 但是你知道错了 你还有机会 你继续努力 神在呼唤人 呼唤人回来 这是神的慈爱救恩 的第一步 你听见上帝在呼唤你了吗 你听见了 因为你已经在这里 可是还有很多人不在这里 因为他没有听见上帝 爱的呼唤 人啊 我爱你 你在哪里 第二 上帝必须预备救恩 预备什么救恩 对不起 预备救恩的第二 就是神恢复人的责任 亚当 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亚当给他取名 这个女人 她使命是什么 众生之母 恢复了人该有的责任 跟使命 上帝没有因为我们犯罪 就不再雇我们 他叫我们信靠他 悔改 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 上帝就把使命继续放在我们的身上 第三 上帝为人除罪 怎么除罪呢 人用树叶遮羞 可是上帝却让动物流血 代替人受刑罚 然后用动物流血的动物的皮 为他们做了一个遮罪遮羞的动作 所以有神学家认为 为什么后来亚当 这个流血事件 因为这一只动物为你们死 你们才重新有机会跟神和好 有解经家这样解的 所以呢 为什么亚伯知道用动物来流血了以后献祭呢 他们认为说 应该是亚当孝啊 教育了他两个儿子亚伯跟该隐 而亚伯却用羔献祭流血 神啊 求你悦纳我 因为我是罪人 求你看在这只羔羊流血赦免我 那么解经家认为 为什么不接纳该隐的献祭 该隐拿农作物捆一捆烧了给上帝 为什么不喜悦 你知道到了耶稣时代 就算你是种农的 最后还是用羔羊献嘛 对不对 那么该隐是亚伯的兄弟 跟亚伯说 亚伯 我用我的河捆 我用我的农作物 跟你换一只宝贝的羔羊好不好 因为我要献祭给上帝 我是个罪人 我羔羊为我流血 我要这样献祭 你会觉得上帝不会接纳他的献祭吗 所以有解经家认为 亚当夏娃 这一次上帝设立了一个除罪的原则 羔羊替你们流血 而羔羊就用他的皮 来替你穿上成为新人 预表了什么 预表耶稣基督 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信主的人披上了羔羊救赎 以至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第一次出现救恩 亚当夏娃有领受上帝的救恩 这就是上帝的慈爱 结束的话 来 那边的弟兄姐妹读一下 当我们看到 今日人性的光景 仍然许多人否定神 自我中心 选他立即 像不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像 来中间的人读一下 当我们看到 人类仍然牢牢陆陆 辛苦生活 社会中许多不公不义的恶势力 持续茫延时 像不像亚当牢牢陆陆 像 来这一边 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渴望得到神在耶稣里 为我们预备的慈爱救赎 我们更要分享耶稣救恩的福音 让人们得到神所预备的救恩 弟兄姐妹 朋友们 这个世界仍然有上帝当日判决的记号 女人仍然生育受苦 人性仍然拒绝上帝 逃避争光 活在黑暗罪恶里 这些记号都让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上帝 我们需要回到救恩 我们需要重建与神的关系 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告诉人 我们有盼望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罪过得意赦免 感谢主 跟旁边的人说 在耶稣里成为新人 后面要弄 在耶稣里成为新人 感谢主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唱诗歌